使用延长线一定要特别小心 这很可能是不少人的坏习惯 高雄有一名大学生在延长线插座上是插满了插头 然后没有关电脑就出门上课了 没有想到因为延长线老旧 再加上过度使用造成走火 消防队员获报之后赶紧到场灭火 索性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高雄大辽区这栋11层楼的大楼突然冒出浓烟 消防队员直冲火场破门救火 光是破门就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在紧急灭火之后 在房间里发现一只烧毁的电脑跟一张电脑桌 延长线还插了好几个插头 疑似是电线走货 起火点很明确就是在那个电脑桌的下方 如果延长线不使用的话 真的还是要拔掉了 起火的房子是由四名大学生分租 其中一名大学生的延长线插座插满了电脑 音响台灯等相关插头 他把电脑设定在休眠状态之后就去上课了 而电线插座都已经非常老旧 万万没想到突然引发大火 社区紧急疏散住户 还好没有酿成重大灾害 但已经把居民吓出一身冷汗